上來一號線 我們現在向購物公園的方向搭 過去搭幾個站 搭了幾個站來到高新園 剛剛出了站 我們走到A出口 我們今天去這個地方 萬丈天地 這個商場呢 新起 和比較大 現在先上路面走一會 今天天氣不一般 早的時候應該下雨來 上了地面也看到這個位置 商場 全部都用玻璃的設計 感覺比較新 和比較光亮 旁邊也有一些座椅給市民坐下 各位在這裡放些水出來 這間餐廳 這間餐廳也挺漂亮 咦這裡有一間圖圖居 這裡有些香港進駐了的品牌IT 這裡有間B加AB 這個萬丈天地賣的東西呢 都比較香港 還有其他品牌的 還有其他品牌的 走進去和大家兜個圈 這些有點像IFC的商場的設計 還有一間TIFFANY 前面有一間COOCHE 這間餐廳 這裡感覺也挺大 CANEL也有 這個商場也挺大 夠你逛一天 這個商場也挺大 夠你逛一天 這個商場也挺大 夠你逛一天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也挺有香蜜的香水店 這間餐廳 這裡有客服 對 走前一點這裡有一個Pucci的化妝品的專區 嘩好漂亮喔 主打粉紅色 這裡還有Gamonchino 這也是歐洲的名牌 上來一樓 這裡有一間Dior的專門店 都是買護膚品和化妝品 超多人 這裡有一間買車的店 車怎麼駛上來呢 再上一層會比較多些 東西吃賣 這間賣茶葉的 那些茶杯也挺漂亮的 另外這個位置有間咖啡店 這裏外面也有一些餐廳 有些半戶外的座位 放假在這裡 氣一下也挺爽的 現在看回樓下地下 前一點有間華為 這裡也有很多女裝衣服買 這間裙子很漂亮 這間裙子太美了 在頭上 真的可以來操心 其實這個位置也好 有很多男方 我也是 我就是 我在高女方 我只是想喝 你們想喝 我也是 我也是 能喝 我也能喝 我也是 看看 上面應該有些食肆 看到人們在這裡排隊 上來看到一間叫Banana Baby 這個位置 什麼事這麼多人 我還以為是餐廳來 家長放下了寶寶車 應該進去買東西 進去玩的 是不是 進去玩的 這個商場也比較多 買女性服飾 全部都很私密 不過也有些休閒服的 這個商場 空間感很高 走下去也挺舒服 香港商場 通常做不到這個效果 商場 比較光亮 比較心想要不要 些你不要再不去買衣服 會不會喝 可以買衣服 還會買衣服 千里 這裡有一間店有點像香港 有一間專門買這個公仔的店 他想一些服飾賣的 旁邊有些賣衣服的店 這間是紐約品牌 這裡有賣手袋 手袋也挺有趣 又見到這間ABC Cooking Studio 留意到深圳很多大型商場都有這間店 很多都是親子班 一個導師帶著家長小朋友一起做蛋糕 做食物 這裡看回地面也有一些腳軟 本身我比較怕高 再坐扶手電梯上四樓看看 上到四樓這一層 有一間玩具反斗城 很多家長站在外面 不知道是否等小朋友 還有呢 跟家人進去搞玩具呢 嘩 都挺多人 這單車很漂亮 這單車很漂亮 這層呢 像是買一些休閒服啊 運動服飾 主打是小朋友為主的 在家人車 那些人也挺多的 這單車可以放滿頭的小朋友 那裡 不是吧 這間店可以放在外面 pot 小狗走得很快 很有趣的 白色色的 這裡有間好像我們小時候經常玩的機舖 童年回憶 跳舞機 這個位置有間任天堂體驗店 小時候玩遊戲機玩得多了 最喜歡玩Maple兄弟 我進了很多朋友進去玩 有些推銀機 夾娃娃機 因為太吵了 進不去 再上上面給大家看看 咦 這裡是一間茶飲店 好香啊 我賣冰淇淋的東西 也有些花茶 花茶的飲品 有些果汁啊 檸茶 懶炮有機茶等等 這裡有間店叫冰粉萬丈 是不是踩冰的地方呢 這個樣子應該像是 對 跟大家看看 咦 真是踩冰的地方呢 哇 很久沒踩過冰了 都不知道會不會踩 这里有家买雪糕 好像挺受欢迎 看看价钱 最小这个尺寸的雪糕 一个26元 不过口味比较贵 超级多人 旁边都有些位置 让大家坐下喝东西 玩玩手机 玩书书书书 相信有些可能是家长 放下小朋友在演习 踩冰 在外面等 上来五楼这一层了 这里有很多食肆 有些像香港的食肆 真的是食肆 等一下可以买些食肆 一碗面就26元起 另外有些港式的烧美店 咖喱和滑蛋 价钱是28元起 去到52元不等 另外这里有一间 好像很多人光顺 果汁店 看看价钱 很香的果汁味 手打柠檬茶系列 十多二十元就一杯了 还有些牛腩牛杂煲 喜欢吃牛的朋友 都可以过来试 价钱都不贵 一人餐38元 旁边有家吃铁板炒饭 这个海鲜铁板炒饭48元 即叫即做 很有和气 可惜我刚刚吃饱了 还有其他口味 好 另外前面一家 韓国酒店 韓国飯 这就三十几港元 有家健康粘食堂 这家全都没有买蒸饭的 价钱 十几港元 哇 這裡有一間重慶先生 吃麵的 價錢也不貴 二十多三十元就有交易了 這個食物園也挺大 都可以容納很多人 還有這裡的食物 感覺也挺乾淨 還有立刻煮吧 確保新鮮 這裡有一間湖南的小碗菜 都是吃辣的食物吧 我不太懂 十多元一碗 這裡有一間手工米粉 好像也挺多人看 那些粉也是二十多元一個 走過這邊好像打火鍋的朋友 是不是夾食物 夾完之後 對 就剩幾重 7.5人民幣100克 有什麼都有 有些丸 菜 豆腐類 蔬菜類 哇 田雞 我不太喜歡吃 有些海鮮 有些蝦 有些魷魚酥 可能選好之後呢 之後 去幫你做 我猜 這間是什麼店 吃串燒的 日式的串燒 這裡有一些麻辣小龍蝦 九十八元有三斤 在美食廣場出來 這裡有一間三秦海南雞飯 跟大家看看價錢先 這間的價錢呢 當然是比Foodcourt的食物 是貴一點 走過剛剛看過那間 新加坡的海南雞飯 前面有一間 松學樓蘇州湯麵 裡面都超多食客 那些都有一間 天移慶的百年餃子 看看價錢 那蒸餃一份就四十五元 這個是招牌的三鮮餃 另外它也有一些小食的 皮蛋豆腐十八元一份 裏面也有一些食客在吃東西的 這裡看回流冰場 好痛啊 這裡有一間 標榜深圳製造的 買杯碗碟的瓷器店 就這樣看都挺漂亮的 但價錢都挺漂亮的 一千多元一套 我現在跟大家上賣上面看看 這個商場是超級大 但是根本不可能能走完 根本不可能能走完 總服 一看就知道很高級 一看就知道很高級 這間零波菜的店 店鋪鮑魚老飯2681個標準 不過這間餐廳 連續四年榮獲米芝蓮推介 這間餐廳好像很幽閒 這間叫做朱小姐 是韓國的食物 這間餐廳叫做花泉 這間餐廳很漂亮 花廚裡可以讓人坐下 叫食物和飲品 感覺很放鬆 走進去看看 這裡主要是白色民主 裝修也挺漂亮 這個位置可以坐下喝一下 是白色的 走到這個位置 有一間黑枝燒肉 是一些日式的燒肉店 感覺都很日本的感覺 裡面有一些榻榻米 日式的裝修 現在這個時間就在休息 看看價錢 蔥燒牛舌88元 口燒牛舌168元 就看格局 它一定是 不是普通平民吃得起 尤其是我這些 這個商場 我只是走了一部分 如果大家有興趣 來一些新商場走 這個商場也挺舒服的 今天先和大家拍攝在這裡 喜歡的朋友記得 給我一個Like 和訂閱我的頻道 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等